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听众朋友 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收周线 周线收的不胜漂亮 尤其是贵买指数 本周是下跌了1.59%的幅度 贵买指数今天日K线是连四黑 而且收盘指数是破了月线 中小型股票杀身融融 真的是杀翻了 今天很多中小型股票跌幅蛮大的 破了月线 月线在139.82点 今天收139.87点 对不起就是在月线附近 差不多就持平月线 日K线连四黑 这个礼拜跌了1.6%的幅度 整周的成交量1517亿 跟上个礼拜差不多 上个礼拜是1522亿 量的没有太大变化 但是却是杀得蛮凶的 另外加权指数 这个礼拜也跌了100点 跌幅是0.92% 结束了周线的连五红K棒 这个成交量比上个礼拜说 全周成交量5604亿 上个礼拜是6302亿 所以呈现量缩下跌的格局 今天盘是让大家再次失望 因为大盘是开高走低 早盘靠台积电一档股票 开高 33点的开高 但收盘是跌42点 收10829点 成交量是1216亿 几乎热门股票全数拉回 但是唯独一档股票 一支独秀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收盘涨4块 收在272块 这个股价是创历史新高 盘中最高到272块半 上涨4块半 今天收涨4块 今天收盘之后 台积电的市值正式突破7兆 台积电利多不断 7奈米5奈米的利多一箩筐 再加上隔夜上面ADR大涨超过3% 当然台积电今天一早开高 就稳住了大盘 但是其他股票 趁台积电开高 稳住大盘的情况之下 却是偷杀 或是说很明白的 摆给你看在杀 很多股票跌得很重 这些股票到底怎么回事 以及大盘的观察方向 我们赶快请教大家 国际证券投顾的罗密分析师 卢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卢老师你好 孟高兄好 各位听朋友们大家好 听朋友们有看 可以上YouTube平台 看我们98新闻台的直播 今天联发科继续杀 又跌了将近2% 跌了7块钱 另外稳帽今天也跌了将近2% 南亚科今天跌幅 是达到4.5% 神盾超过6%的跌幅 星星今天跌了3.4% 加联益跌了将近5% 迅星KY跌了6% 同时我们看到华通 今天也跌超过2% 以及金测今天跌幅也超过5% 这都是盘面上非常热门的股票 全速拉回 而且都带亮 卢老师就只有台积电在涨 台积电似乎就是一个魔咒 只要台积电涨的时候 其他股票就跌给你看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是摩台结算 当然外资企图 用拉高来结算这样的意图非常明显 因为它就拉一个台积电 我们也看到其实台积电今天涨4块 如果说以1块钱大概10点的一个 来做换算的话 其实它贡献了40点 可是我们尽量看到 整个台股间是跌了42点 换句话说 其实今天如果扣除掉台积电 其实是跌了82点 所以也让大家比较担心 尤其就周线的一个部分 出现了所谓的一个中指 五连红出现了一个黑棒 其实我们先这样讲好了 因为在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在盘面上有一些所谓的 风风也耳语了 有人就开始这空土 就开始有放一些讯息出来 他认为说这个10月份 因为去年的这个时间 这10月份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10月初跌到10月底 这一跌跌的1600多点 尤其10月11号 那个国庆日过后 那天是 我记得是期货创下史上最大跌点了 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 所谓大家余计有准的一个情况 之下如果再加上空土 在这个时间点 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 当然对市场 它有它一定的一个冲击度 那再加上我们知道说 这两天原本就是 所谓的寂寞的一个法人 他要去做一个 作战跟结账的一个动作 那以目前来看 因为你释放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再加上整个盘面 几乎除了台积电以外 全部的压回这种情况之下 即便投信这个时候想要作账 可能这个力道也会减弱很多 所以他就顺势的 把一些他先前已经大赚的一个股票 来顺势做一个所谓结账的一个动作 我想这也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 今天就在所谓的空头的一个谣言 这个讲说这个10月份会复制 去年的10月月大跌 这样的一个说法 再加上这个刚好时间点 又是这个投信在一个结账的 一个卖压在涌现 这样双重的影响 也造就今天的一个压回周线的一个收黑 不过如果说我们冷静一点来看的话 其实我认为了情况也真的没有那么的一个糟糕了 当然我先讲一下 就是因为9月底还没到 对下个礼拜还有一天 下礼拜一收月线 对 所以我认为下礼拜一 应该盘面上还会出现震荡 但是至于说10月份的一个行情 又或者说接下来 我认为真的没有那么糟糕 因为你说现在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这个在五连红之后 那今天这个周黑线的部分 出现了第一根的一个黑棒 那会不会代表说 接下来几个月有机会 要进入所谓比较中断的一个整理 那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们看到今天 其实这个礼拜的一个周线 即便是收黑的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礼拜的这个黑棒 它是完全包覆在 上个礼拜的这个红棒里面 那大家熟知这个技术分析都知道 这叫运线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是运线的一个形态的话 后面这一根黑棒 它的参考意义就不大 基本上它还是以前面这根红棒 来作为参考的一个指标 那如果是以前面这一根红棒 来作为参考指标的话 那很显然它还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去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另外我们再回过头想 大盘近期在做一个整理 即便你说今天压回 到了这个10,800多点 已经接近了 今天的收盘已经 10,829已经接近这个月线的 10,805很近了 可是原本我们就是 希望它在做一个 所谓的冲关这个11,000点之前 先把乖离过大 技术指标过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先做一个化解 所以往往当时 当大家在想说 都已经来到10,971了 看这个11,000就是临门一脚了 大家在很雀跃 可能要迎接这个11,000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先不要着急 先不要高兴 因为其实就一个比较稳健的做法 是应该先拉回整理过后再攻 因为你不要过了之后再拉回 那其实就弱了 你一定是突破以后就要站稳 而且进一步的往12,682去做挺进 这才是一个强势的格局 可是当时整个氛围 大家似乎都很期待 一万亿 但是我们说过 那个时候 其实压回整理 是比较理想的格局 可是现在压回整理 大家又担心了 从当时的10971下来 现在已经又接近月限 只剩下大概20几点的一个安全距离 会不会危险 那其实我说一般的投资人 在气氛上面 比较容易就是说的 看涨说涨 看跌说跌 这难免 因为毕竟一般非专业的投资人 比较容易受到整个盘面的一个气氛 这都正常的 但是我说你越是在这个时候 你越是要冷静的去思考 其实我们当时就预期 他要回来降温 做一个所谓修正乖理的动作 那现在技术指标 已经陆陆续续的 像今天的一个KD值 都已经慢慢的落到了 比较中线的一个位置 40以下了 9K到37了 对像对照当时在90几80几 其实原本就适度要做一个降温 然后在中线附近 再做一个转折出现买讯 这才是一个攻击讯 才是一个比较稳健的做法 那另外我们刚也提到 其实你先前你看 当时在10971的时候 指数在10971 月限在10655 光是这个月限的乖理 高达300多点 那明显就是太大 那这个时候修正过后 然后月限的慢慢走 然后接着下来再横盘个几天 5日线 10日线 如果也横着走 三线 这个三线纠结之后 等待机会再往上突破 我认为那个时候 在整个盘面的一个攻击的力道 它就会增强 所以我认为以今天 这个礼拜 即便行情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开高 走低来又或者周线收黑 我认为平常先看待就好 本来涨涨跌跌都难免 如果说这个大盘要重拉回的话 台积电一定要大跌 台积电这么强势 今天又创了历史新高股价的情况之下 感觉起来了 大盘要重跌的可能性应该不高 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盘后 盘后现在目前台子期的夜盘 其实是上涨的 因为美国三大电子盘是由黑翻红的格局 今天台股会比较弱 跟美国电子盘在台股开盘期间 其实是一路压到盘下是有关的 道琼曾经跌到过26809点 现在目前是来到了 波段高点的26959点是翻红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期货走势的部分 夜盘现在目前是上涨24点 感觉起来 只要美国股市不要重挫 你说这个要复制去年 那个10月乃至于到12月 那个大跌的行情 我自己个人是觉得不至于了 当然大家会有去年那种担忧 对不对 因为那个阴影很重 因为那一波段 从10月初一直跌到10月11号 那真的是把大家跌怕了 那真的是千点的修正行情 1600多点 1600多点的一个修正行情 那当然会与记有存 但是我觉得往往股票上妙在这个地方 当所有人大多数人或是有人预期会发生的事情 它就不会发生 对 这个股票市场都是发生在你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你想想看 听众朋友你做股票这么多年 这个股票大跌 你这个每一次空头你行情都能躲过吗 或是个股拉回重拉回你能躲过吗 你都躲不过吗 为什么躲不过 因为你都没有预期吗 对 你特别小心 小心翼翼的时候 它反而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是 金融市场尿就闷在这边 好 那卢老师现在目前从筹码面来看 或者说从技术面来看 因为下礼拜就进入到第四季 对 现在目前筹码面的角度也好 或是说从均线的角度也好 您的观察方向呢 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 在今天整个市场上 似乎有这个空头 故意要释放这个所谓的10月 可能要大跌的这样一个讯息 但是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倒认为 10月份是充满希望 充满机会的一个月份 为什么我们来从整个转折的角度来看 我们像知道说 在去年的1月份 这个行情首度的 攻上了一万一千点 最高来到一一二七零 就在1月份的时候 对不对 然后之后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9月的 我们看到这个一一二七零 一直没有有效的突破 当然这来来回回 也振了好几次 那换句话说 从去年的1月 一直到现在 经过了20个月了 那整个行情 就是处在一个整理的一个阶段 那既然行情已经整理了20个月了 那下个月10月份 就周K星的角度来讲 它是第21个转折的一个契机 所以这个部分 就一个所谓的废视理论来看的话 似乎已经有一个机会 那再加上我们知道说 以目前来讲的话 目前月KD 它持续还是往上 但是还不至于过热 因为目前K值在77 D值在71 明显是一个多头的架构 但又还要到所谓的一个高档区 过热的情况 我想还可以再撑个一两个月 所以以目前来看 10月份 其实它是非常有机会 就一个转折的角度来看 那除了转折的角度以外 我们再从实质面的一个 刚刚穆阿兄也提到筹码面的角度 我们看到今天9月27号 那我们再看看去年的这个时间点 一样是9月27号 我们就融资的角度来做比较的话 去年9月27号收盘收在11034 11000点之上 那融资余额在1590亿 那我们看看一年后的今天 这个指数收在10829 比去年的同期大概低了200点左右 指数是比去年的位置还要低 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融资余额的部分 到昨天为止 融资余额是1334亿 也比去年的一个融资余额 这个低了也超过200 大概250亿 256亿左右 那另外我们再就整个融券的角度来看 融券到昨天为止79万张 但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说指数比现在的位置更高 那个时候的融券也不过就是49万张 融券将近80万张是好几年来的新高 对 那你看你目前来看 我们刚刚就刚刚这个数据来看起来 不管是资或券 其实就目前来讲整个 因为毕竟融券在新高 那融资在低的 所以很显然就筹码面的角度 它是由多方所掌握的 因为你融资在这么低的一个地方 你说像刚刚陆老兄也提到 你要杀要杀到哪里去了 你说像去年一样出现了一个 所谓的一个签点的崩跌 我认为是不太可能的 而且今年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选举行情慢慢在加温 那再加上你是说过去年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崩跌 是因为这个美中贸易的一个问题吗 可是现在我想至少在短线上面 我觉得川普应该会安分一下 美中贸易今天最新的消息 原本10月17号要在华盛认谈 这个现在目前最新的消息 是10月10号到10月11号两天 双十会谈 对 所以至少也要躲过10月10号之后 而且我如果以目前来讲 川普必然他也要去转移他的焦点 因为即便是弹劾不成 是一定弹不成的 但是我说是弹劾 不是那个谈判 那即便是弹不成 可是对他的一个所谓的舆论的杀伤力 一定会有 还是会有某种程度的伤害 所以他一定要赶快把它转移开 那转移开最好的一个 以目前最好的方式 就是来一个美中的大和解 因为你再去把这个紧张程度升高的话 对他没有好处 最好是现在可以签一个 就是临时协议 或者说部分的协议 不是一个完整 但是一个部分协议 所以说就目前筹码面 甚至于从目前 整个大家最担心的美中贸易 这个消息面 甚至于我们刚刚也从 这个技术面的一个转折来看的话 10月份我怎么看都没有悲观的理由 反倒是我认为 10月份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月份 尤其我们说过 现在法人在结账 可是你要了解 那法人结完账之后呢 他资金难道回到银行体 去既定存吗 当然不是嘛 一定是重新会回到市场 所以重点到底回来之后 他要买什么股票 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 先行的思考 好那今天外资是买超的 今天外资在前两个教育日是连续卖了两个教育日之后 今天买超22.35亿 那刚才卢老师有讲说 这个法人在结账 主要是讲本土法人 你看今天自营商 这个卖了将近30亿 那投信今天也卖超6亿 尤其是自营商 9月以来几乎整个月都站在卖方 他整个月他只有买超一两天而已 其实都是一直在卖 所以感觉上有点像是本土法人在结账 那今天三大法人合计 集中交易场是卖超13.45亿 另外在贵买的部分 外资今天是卖超8.65亿 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7.45亿 不过在其指的部分 外资今天是买超2723口的大台 所以进多单流畅部位又上了5万2000口之上了 小台也回补空单2000多口 所以小台的进空单下降到5000口左右 那另外我们从选择权的最大未平仓来看 在周选的部分 下礼拜三要结算的周选择权 最大的put 就是低档的未平仓是10600点 大概有17000口 那call就高档是10950点 大概有22000口 也就是说市场稍微把这个价差有拉开 就稍微往下降了一点 降到10600点 认为这边是一个低档的支撑 那高档的压力在10950点 另外从月的选择权来看 低档的支撑在10400点 有26000口 那高点呢在11100点 有将近3万口的code的未平仓 欢迎就是从月的角度来看 大概也低也低不过10400点 高呢大概这个10100点 是压力带 这个提供提供朋友参考 那卢老师您刚刚谈到了第四季 当然大家都想说第四季也要布局到像您所买到第三季的这些标股 望久了 庸智科了 这些标股 那第四季您有看好什么样的族群吗 那当然有 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法人的一个动向 当然很多人现在所看到的是 法人总统都一直在卖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了 在整个9月份的最后一天 也就是他们的一个季度结算之后 因为现在他们为了毕竟是要确保他的一个战果 拼绩效 对拼绩效 所以因为现在整个盘面那个气氛 他们不适合再拖到最后一天 所以今天有提前结账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我们说过 就以投信来讲 你说自营商他可能他操作弹性还比较高一点 那以投信来讲 他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有最低持股的限制 你卖掉以后这个资金我又不能存定存 我还是得继续买股票 所以你要从这样的一个方向去思考 当现在法人把这些资金 特别是你看自营商 刚刚沐好兄也提到 9月份从月初都卖到月底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也卖的差不多了 我认为也卖的差不多了 而且你钱闲在那边 万一整个行情开始有一个 比较明显涨势的时候 你想这些钱难怪 难道他还要乖乖的放在他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专户里头 当然不是 他们必然也会资金会重新归队 那重点是说 他资金重新归队 不管是自营商也好 又不管是投信也好 他们回来到底买什么 到底是会买全新的一个标的 因为毕竟全新的月份 又是全新的季度 会不会买全新的标的 又或者要针对先前 原本是看好的股票 可是不得已 我必须要先出一趟 那会不会在整个所谓的结账之后 我再把它买回来 其实这个投资朋友 你都不用去猜 因为我说过 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时间 每一个 所谓的一个季节 到底法人 看好什么样的股票 又或者 这目前盘面 所青睐的一个方向 标的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都有在做一个掌握 所以接下来我认为 第四季 按照过去的经验来讲 其实第四季 我认为精彩度 会比第三季来得更高 因为同样 大家一样要充斥绩效 因为越接近年底 那再加上 整个选举的行情 越到明年 选举乐战 三个月 剩下三个月的乐战期 好那你想 有选举行情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金钟罩的一个 互生之下 神功互体 对 所以至少 它不容易大跌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有其他的一些 触媒 能够去点火 其实股价 它是一涨难跌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已经先立于一个 比较像是不败之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刚刚穆尔兄也提到 那到底第四季有没有 像这个第三季 这样的雍智科 像这个旺久 这样的股票 我认为还会有很多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掌握 那最重要的 在法人归队之前 我们先把这样的方向抓到 然后标的 先卡位 先布局 走在故事的前面 如果你也认同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 那今天 我们会有一个活动 就是十月标股 抢先报的一个活动 那今天 我开放十个名额 让大家 如果你认同 我们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的 当然你最重要的 要认同 十月份是有行情的 那我们今天 会开放十个名额 让这个投资朋友 进来做一个报名 那这十个投资朋友 我先在这个 除了针对十月的标股 没有先卡位以外 我先带你转了再说 好 这个期待卢老师的 十月标股了 非常谢谢 带来国际证券投顾的卢文斌分析师 谢谢卢老师 谢谢 好听众朋友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国阿费今天 发布了八月景气灯号 结果领先指标 转为下滑 这个得注意 综合攀算分数 维持20分很低 仍然是黄然灯的情况 至于说领先指标 转为下滑 这个代表景气有转弱的情况 这个值得我们后续去注意它的发展 那今天有一档股票跌得很重 传产股的育龙 育龙今天股价大跌了2.48%的幅度 跌五毛钱 而今天跌破了20块 收在19块6毛5 育龙今年的高价是将近25块左右 跌到今天 哇 这个跌得蛮重的 育龙 当然先前我们有看到新闻很大篇的报道 说育龙要暂停这个育龙城的土地开发 房产开发 不过今天有个新的消息出来 就育龙说育龙城仍然在新建中 但是内部优化跟检讨 要检讨育龙城的开发 但是仍然是在新建中 这个消息当时一出来的时候 也造成育龙的股价更是出现明显的下跌 原本育龙的股价就弱势了 再出现了这个负面的消息 育龙在最新一期天下上面有 这个专文报道 说面临了五年来最大的赤字 赤字红字 同时呢 纳智节的问题伟大不掉 育龙营收三年来缩水了三成 更出现了十个季度以来 首次出现EPS转付就亏损的状况 这个当然我们赶快要来请教 非常熟悉汽车业的 这个天下杂志的副总主币吕国珍 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有直播 听众没有可以看YouTube 酒吧新闻台 你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国珍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育龙不但营收出现了衰退 而且呢 EPS转付 这个对陈立莲来讲 应该是很大的考验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法兰克福 德国的法兰克福 讲回新北的新店育龙城 哇你跨洋跨的很大 跨的还蛮大 但是因为我们天下杂志 除了做了这一篇纳字节 该留还不留 我们同时也到了德国 在九月的时候是法兰克福车展 那我们也刚好有这个机会 一起访问 我不敢说独家专访 一起访问了 宾市今年刚 应该讲戴姆勒集团 刚刚新上任的CEO 那康林松 OK 之前是蔡测 蔡测是今年五月 那BMW还羞辱他做了一个广告 说送车给蔡测 这这个是广告了不是 那个演员长得很像蔡测 他是这个退休回到家里 然后出来开的是BMW 但是宾市其实换了一个瑞典人 不过他长期是在宾市上班 其实这是算是严格算是瑞典出身的德国人 或宾市人 那其实我们从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重来谈说 因为玉龙同时也 我们这一篇报道里面 或者是玉龙最近的事情 他在中秋节的前一天 那天天我也在节目现场 然后突然就宣布说 玉龙集团的副董事长 陈国龙他其实请辞 然后免监副执行长 陈国龙一向是玉龙的重臣不是吗 对玉龙总经理 玉龙的副董事长 然后颜凯泰先生过世之后 他马上接了所谓的玉龙集团的副执行长 那执行长当然就是严陈立联嘛 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 严凯泰以重的大将 那当然其实他也代表说 整个玉龙集团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 所以他等于把COO换掉 可是同时我们要去看全球的问题 因为当我们这样在看玉龙的问题的时候 其实没有用全球观点 这也是我说跨距很大的问题 所以你讲说陈国龙是被陈立联给换掉的 当然是换掉 因为他免监副执行长表示 是他已经离开权力核心的嘛 因为他有执行长是严陈立联嘛 那他长期以来就是推动纳智杰的主要操盘者 陈国龙 但是我们要应该用全球测试的角度来解释 纳智杰发生的问题 这样可能会比较公平跟客观 因为蔡特也被换掉 陈国龙换掉也是很正常的事 蔡特是退休啦 其实严格算也是换掉啦 因为我们刚才阮大哥在讲说 玉龙有多惨的时候 我们也要讲一下宾市有多惨嘛 宾市今年是适度调向猜测嘛 然后一样的 今年全球车市都很惨 都很惨 那一样BMW也突然间出现亏损 奥迪也不好 福斯还勉强还可以 可是一样所谓的豪车三雄 就一样全部都在换CEO BMW也亏损了 也亏损了 最近也出公布他亏损了 那一样的 那日产汽车还内斗了很凶 到底现在下一次社长也不太清楚嘛 告来告去的 所以全球除了Toyota跟本田 在今年的车市是唯一 目前还成长的 不然今年上半年 全球车市是跌了8% 那只有BMW 啊丰田跟本田双田 大概成长百分之一点多 其他全部衰退 大陆的车市也很惨啊 衰了百分之16 当然目前预估说 可能会再拉回来 大概可能衰退了8%左右 因为玉龙最近有 所以整个全球车市 都一样不好 那我们当然来讲一下 纳智杰啦 去年他还卖了8000多辆 今年到目前为止 只卖了3000多辆 那这个是第一个嘛 在台湾大概一个月 能够卖100多辆 是正常的状态 所以整个纳智杰 你是说 全年卖3000多辆 是包括大陆吗 只有台湾啦 只有台湾 大陆我要讲的是 更严重的问题 因为大陆公布新的 因为他燃油标准越来越远 他是公布新的 国六标准之后 对对 纳智杰是不能卖的 因为他没有符合标准 OK 所以纳智杰在中国大陆 会越卖越糟 那纳智杰还能活下去吗 这个品牌 对 那当然我们应该回来讲说 我先讲我们全球趋势 全球趋势这样 当然我们要先带回来 宾市的康宁松 到底说了什么 我们再来谈 纳智杰会比较好 你先讲一下 你们的联合专访的情况 对 因为天下是受邀 去专访一个媒体之一 我们也觉得 因为法兰克福车展很重要 那宾市的大转型其实很重要 第一个是宾市宣布说 2030 它的油电混合车跟电车 要占50% 我们要知道是宾市在电动车领域 向来是一直在广望 出手是比较慢的 所以我们看到 特斯拉在纵横高价车的 比较高价车的 所谓的电动车 那宾市这个宣示是很重要的 那第一个 他全力要转到电动车 那等一下我们再讲 他的布局跟台商看到的 第二个他宣布说 2022 欧洲的宾市 他的车厂所有都要碳中和 那这个要求是很高的 表示未来整个汽车生产链 要越来越讲求碳排放 那当然最近对一点 少女的问题 在联合国气候峰会 其实很重要 那2039 整个宾市 全部都要碳中和 全球 所以这会冲击 全部整个汽车供应链 包括台湾 你未来生产供应 给宾市的领主舰 都要讲这件事情 要符合到他的标准 对 未来会对环保要求 越来越严格 那我们再来讲说 2030 所谓油电混合车 这一块 他跟北京汽车 北京汽车 现在已经成为 他第三大股东了 当然除了吉利之外 也是他大股东 又继续入股 双方也合资在 德国跟北京 都要盖电池工厂 那我同事也很讶异的是 原来宾市 现在是世界上 第五大的电动车的 电池工厂 突然间 他已经变成这么大了 这蛮那么讶异的 他已经有 全球有九个工厂了 对 所以他电池很快 布局很快 那整个台商也看到说 他跟北京汽车 这个合资动作之后 整个宾市 在中国的电动车 布局是很快的 所以这里回答 刚才阮大哥 一直问了一个问题是 那这姐没有符合 国略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那叫汽油车 他跳到电动车去啊 中国很快就不要电动 没有 不要汽油车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重要吗 你要不要再去 现阶段 你不符合国略标准 你就卖不了啊 对 当然 可是你要不要在2025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去投资 所谓燃油引擎 开发更多燃油 应该不需要 不需要了 如果我们用投资的架子 直接跳过去 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 后面那一段 说那直接还有什么机会 那我讲一个 更有趣的北京的故事 北京台商最近有一辆 宾市的一系列的车子要卖 他买了三百多万台币 相当于六十多万人民币 一卡拉斯的 一卡拉斯的 那他开了四五年之后 打算卖掉 他就去给中国车商估 然后大哥你觉得 他估多少钱 你是说他买三百万台币 对六十万人民币 中古商估 我猜了大概二十万人民币 八万人民币 撞墙去 这么差 然后他就问说 老板你这样估八万 会不会太残忍了 他说 我看你是台湾人 已经给你面子了 新车才三十万 我估你八万 这样这么多 因为国产了 新车才卖三十万人民币 我怎么可能一辆五年的车 我给你估二十万呢 重点是新车 从六十万变到三十万 对 从进口车变国产车就对了 所以康宁松这个动作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转型 然后我们也问了 所谓的台商的供应链 其实这也是个机会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的汽车市场 正在做一个大转型 对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 这个趋势 我们只看到成国龙被换掉 还是要拉拉拉去看 国际的问题 其实成国龙换掉 只是一个大趋势 可能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冰市未来生产 是要全面的在地化 往汽车重镇的中国大陆移转 对 很明显 我们看到台商 这个故事已经很明显了 又跟北京汽车 那比台湾还便宜 Eclass卖到一百五十万台币 三十万 真的比台湾还便宜 三十多万人民币 当然他这个还要加一加 他讲的是一点夸张 我查了一下 大概要四十万人民币左右 但是他这样讲 其实是有点残忍 好 那冰市怎么样去达到 一半一半的电动车 跟汽柴油车 其实我们这一次 在法兰克福车展嘛 因为他其实是有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车展 毕竟他是全欧洲最大的车展 而且他两年才办一次 所以今年才会邀请说天下杂志去看一下 法兰克福车展 所以今年我同事去看的时候 接送完全是用电动车 当然这个趋势在美国已经很明显了 那在保守的欧洲世界 其实是这个是比较起 更全面的 那现场全部都展示电动车了 已经没有人在跟你谈 燃油车这件事情了 所以这个趋势非常明显 所以冰市往后怎么样走 那他全力投入所谓的电动车的 电池跟电动车的开发 还有跟中国大陆合资 还有他本身欧洲的改变 其实整个电动 那他电池的技术是自己的 自己研发的 所以他应该这样讲 他自己研发跟收购别人 才会成长这么快 因为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过说 冰市在做电动车的电池 可是一下子在这一次车展 他就讲说 我已经是全球第五大了 而且我没有记错 全球的营业额 他要做到200亿欧元 200亿欧元 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他一下子变成一个重要的 电池的prayer 所以台湾似乎在 电动车的推动上面 慢很多了 到底要怎么样追上 以及刚才讲说 要谈回新店 那等一下我们下一段 就要回到新店 回到育龙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为什么媒体报道 育龙的新店层 就是要暂停开发 暂缓开发 造成育龙股价的下跌 是不是因为大家觉得 育龙的本业乏散可乘 现在只能靠开发地产 去充业机 充营收 充获利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不然的话 为什么不谈本业呢 结果本业果然是蛮惨的 我们刚刚讲说 营收出现衰退 然后EPS也转付 那育龙还有什么样的机会呢 陈立联如何奋力一搏呢 我们赶快继续来请教天下杂志的副总足笔 李国珍 国珍怎么看这个 运动的发展 坦白讲如果用目前运动的状态 确实他去认列 他主要今年上半年亏了 是0.77元 然后出现实际以来 首先的亏损 其实他主要是认列 所谓的纳智捷的亏损 就是因为那些帐上投资 每年逐年认列 所以我们算了一下 大概亏了200多亿 这是事实 纳智捷从开发 两三百亿的数字了 所以他已经到了一个 必须要去看 纳智捷未来的问题了 这是当然纳智捷 在这一块的状况 可能是拖垮 整个育龙本业表现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因为今年上半年 他我们看到资料 他还向华创增资了71亿 买了很多东西 以买设备的方式 所以他其实是在精源 所谓的华创 为了让华创撑下去 所以纳智捷 如果必须不去做 所谓的处理的话 育龙本业会持续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扣掉这一块 我们还是要讲 育龙集团 今天表现 其实不算太差 因为预日车 今年还是赚钱的 而且很赚钱 预日车一直赚钱 每一年大概都可以 汇回50亿左右 除了这个是所谓的 他持有中国大陆 东风汽车的持股 他代工嘛 还有他台湾销售 这一块其实也都还不错 因为他是纯销售 今年有一款车卖的不错 Kiss Kiss也卖的不错 所以纯销售这一块 荷泰跟育龙 其实他没有所谓的包袱 但是如果我们牵涉到 制造这部分 就是一个比较把包袱 所以生产限制填不满的 那育龙最大包袱就纳智姐 今年才卖3000辆 大陆又 8000多 3000多 大陆又不能卖了 大陆那个他在杭州 销山的车厂的规模是12万辆 12万辆 对可以连产12万辆 那他从从开始生产第一辆 纳智姐到现在大概我知道他大概只有卖5万 5万到6万辆吧 对所以连产能够 连产能够充不过 这么多年来 只卖5到6万辆在中国大陆 结果年产量是12万辆 所以可靠的消息来讲他大概投入700亿 总金额大概在700亿左右 烧了700亿 对投进去的没有烧掉了 如果当然你要不要认 因为销山厂还在啊 对不过我们要讲的是 第一个是纳智姐还没有机会吗 第一个是他还有些车款还没有推出来 是汽油车的车款 所以上上个礼拜他还在推新车 在卖新车 5人座跟7人座可转换新车 那这一块其实是他还是必须要一段的推出来 所以他还是大家会看到纳智姐会推新车 可是明年纳智姐就会开始推电动车了 他有一个U5的EV已经在台湾的路上 你可以看得到已经开始在试车 而且在跑了 中国大陆也有66辆的EV 所谓的U5的EV已经在上车上路了 所以他其实从他开始创意的时候 已经开始投入研发电动车 这一点我要讲的是 他有电动车的技术 而且他已经开始在路上跑 那他的电池是谁的 自己做的 所以我这里来谈用数字 我没有把它背下来 他的马力其实可以达到174匹 他急速还是有150公里 然后他有半小时就快充50%的技术 然后接下来他充电 慢充电大概68小时可以充保 所以他其实是有电动车的技术 那我们这一次我们也去访问专家 其实以专家的角度来讲 当然现在日产的 也是运龙要卖的 叫LIF 他大概定位在150万 那特斯拉的Model 3好像也是150万左右的价格 那如果纳智杰的定价是更比较低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 他有价格的优势 他有多少 100万以下 这个我们可以 日产的LIF 是全世界卖的非常好的电动车 是十几万辆吧 如果没有记错 那是数一数二的 这个数字可能要再check一下 但是我看到数字好像是全球 全世界卖最好的 可是刚刚开始一个潮流 那加上玉龙集团在台湾是有资源的 他包括租车体系 停车体系 还有各地的资源 还有他自己的很多的通路 他是不是有机会 因为电动车一个很重要的是 充电设备跟资源设备 那玉龙集团是有这个资源 去把它优先把所谓的 整个电动车的通路系统做好的 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玉龙集团搞不好在 纳智杰有机会在电动车这一块 驳回一程 我只能说有机会 因为毕竟我们从法兰克福看到的是 电动车成为一个趋势 可是问题是 玉龙如果只把他电动车的市场 放眼在台湾的话 我觉得还是做不起来 台湾一年才多少量 我刚才讲的是 66辆是在中国大陆杭州销山做的 我知道了 我的意思是说 真正的主战场还是在中国大陆的 是 台湾一年挂牌数才多少 30万辆 42万 今年可能会往下掉1万 大概41万辆 41万辆 其中一半是进口车 50%了 对不对 鬼月的时候刚刚超过 对啊 那等于说 死亡交叉 在台湾生产的汽车只有20万辆 那20万辆你要去给电动车 到底能几万 到底能多少辆 所以玉龙如果说只把他电动车放 左眼在台湾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生存 是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但是他在台湾至少有个立即之地 然后在中国大陆 其实中国大陆当然充电设备会比台湾快了 我们这边还要在中国大陆他怎么去跟特斯拉今年上海厂年底就要量产了 然后你刚刚讲说戴姆勒宾市 对不对 在中国大陆跟北京汽车合作 另外比亚迪中国大陆的一大堆电动车小鹏这些 他能拼吗 还有未来汽车 当然未来汽车也亏了更快 不过我们觉得太艰苦了 大家不要打太艰苦了 我们用比较悲观的角度是看这样 可是乐观的角度说会不会突然有机会 他刚好已经有电动车了 那整个市场是成熟了 那大家都一起下来玩电动车 搞不好就是他的机会了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是电动车市场 然后他也有电动车 那个育龙要再撒多少钱下去 我看撒一千余台币搞不好还不够 这个是主持人讲得很好了 那我刚才有网友讲 育龙最大问题 蜡字姐我不是讲育龙 对不起 蜡字姐最大问题 就是刚才有个网友讲的形容得非常好 那个油门踩下去了 车子没动但是油表动了 这也很夸张 这个都是网友留的 我总算知道什么叫断指手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刚才提到电动车的技术 那他已经摆脱了他最大的劣势 就是他是柴油 他是引擎 汽油引擎确实不如别人 他没有这个问题 我们乐观的讲 我们在看育龙的时候 那我们来讲回到今天剩19块的股价 其实他如果没有蜡字姐这个包袱 慢慢的退场 那当然电动车 这个是一个决心 他已经有了 他到底做不做 那如果撇除这个 其实是不是育龙也是到一个低点 因为我这里回到育龙城 其实土地价值永远会在 快慢而已 净华城又可以卖回给中石化 可是问题我们不能只看 育龙还是要看汽车本业 不能只看业外的土地开发 那他现在目前的育龙 在台湾的生产线在做什么呢 在做 你刚刚讲说 纳字节才3000辆 最近要替人家代工摩托车 然后还要替法国代工物流电动车 物流电动车 所以他现在主要的生产线在代工 所以说 育龙本来就是代工 我知道啦 就是说 除了自己的日产系列的车子 他也代工别人的摩托车跟物流车 就扩大了他的经营范围就对了 毕竟这个也没办法 因为其实整个台湾的车厂 没有人能够填满这个产能 这个正现实 即便我来讲中国大陆好了 我知道的是中国大陆 全中国大陆汽车产能 市场是大概3000多万辆 从一千两千两三千万的为那辆 可是车的产能超过5000万辆 肯定的啦 所以没有人能够填满中国大陆 光玉龙硝山厂就闲置12万辆 所以 所以 冷大哥问我的这个问题 我要回答是说 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中国大陆还真的是比红海还要红海 这个是没人能够 中国大陆的车市 真是超级红海的 对红海还红海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 没有人应该要去中国大陆投资 对啊 这么多车厂 全世界要进逐的 全世界所有大品牌 中国大陆的所有的国企 央企要进逐的市场 对 有人在骂我说电动车 骂你什么 会成功股价大跌 我说未来是赔钱 我没有说他很赚钱 没有啦 我替国珍澄清了 国珍的意思是说 玉龙至少有这个可以看得到的机会 不代表他一定会能成功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我替你 mention 你今天主轴是在讲这个 对我们从法兰克福谈回新店玉龙 对 但重点是在全世界的车市 在做一个大变革 很大的变革 好 那这个电动车是未来的最重要的方向跟机会 这件事情是无庸置疑 非常谢谢天涯杂志的副总主币吕国珍 谢谢国珍